欢迎来到赵旅排案 前两天是美国的国庆日 独立日 咱们清楚啊 美国人也是非常爱国的 一到国庆日庆祝的时候 家家户户 那都要挂出一面美国国旗 结果就因为这个事 又有一员提案了 虽然这个提案对他们来讲 也是老生常谈 今年美国的两位参议员联合提案 什么内容呢 说希望以后啊 美国国旗只是美国造 而且人家还特别对美国造啊 提了两个定义 第一啊 这个美国国旗所使用的所有材料 必须是在美国生产的 也就是说 我估算它的意思是啊 这个棉花得是在美国种植的 然后在美国纺成线 织成布 染上色 这算是原料在美国 任意方面呢 第二个定义是 这个美国国旗 必须是在美国本土缝制的 是的 你这个染成色的布啊 在美国剪裁 在美国纺织 在美国包装 这两个定义都满足呢 才能叫做真真正正的 美国做的美国国旗 但是我们也得说 这个提案不会得到通过的 咱们甭说别的啊 就算他们有心 他在美国境内 恐怕找到能生产 美国国旗的厂家 那都是很难的 大家记得吧 原来的节目 我们也跟大家聊过 说朗普总统刚当选之后啊 有个美国商人 赠送给他一幅 木头制的美国国旗 人家当时还说 为什么赠送这个呢 因为这个商人发现在全美国境内 原先根本没有一个企业 能生产木制的美国国旗 所以他基于此 才宁愿花几倍的成本 自己开了个小企业 生产木制美国国旗 那么普通的 不做的 筹做的美国国旗 这个企业好找吗 恐怕更难啊 也就在几年之前 有的参议员也有动议 说这个美军也要使用 大量的美国国旗 这个美国国旗 你可不能让外国制啊 这个美国国旗呢 绝对得让咱们美国人生产 这起码能证明啊 美军到底是为何而战的 你总不能让美军士兵 扛着一面 别的国家生产的美国国旗吧 那会让他们信仰丧失的 好吧 这么大的一个帽子扣下来 那这个提案没法不通过了 这个提案通过之后 人家真的找到了 美国国内能生产国旗的厂家 然后重金跟他采购美国国旗 这个价码 恐怕是别的国家的十几倍 因为以往我们跟大家聊过 说美军花起钱来 那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原来咱们讲过嘛 那一个杯子就几千美元 后来啊 有的议员说 哎呦 你看既然这个美军都能采购到 美国国内生产的美国国旗了 那么政府部门 什么联邦政府啊 各地政府啊 州政府啊 以及法院之类的 有没有可能你们悬挂这个国旗 也必须跟美国国内企业采购 结果 这个议案就退不下去了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美军有钱 美国各级政府可没钱啊 美国各级政府一方面有巨大的外债 另一方面花钱必须严格审批啊 你这个议员审批的时候通不过 为什么明明在国外很便宜价格能买下来 你非要花十几倍价格 跟美国国内协买 这个议案都通不过 所以时至今日啊 你别说让美国老百姓 只买美国国内生产的国旗 连美国的各级政府部门呢 都做不到啊 道理其实很简单 什么叫经济全球化 一体化 那就是各个国家 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 生产自己成本低的产品 然后进行交换嘛 这个产品是美国国旗 不管是美国人生产出来的 还是中国人生产出来的 还是越南人生产出来的 它都是美国国旗 不能说这个棉花是长在中国的 这个棉花最后做的美国国旗 它就不纯了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嘛 而且中国也好 越南也好 东南亚很多国家也好 这些地方生产的大量的美国国旗 运到美国 卖给美国老百姓 究竟是对谁有益 是啊 作为生产者是挣到了一点钱 可是咱们也清楚 咱们挣那点钱 那是大钱吗 那都是非常微薄利润的血汗钱 而真正得到大实惠的 是美国那几亿老百姓啊 他们可以花很便宜很便宜的价格 买到一面美国国旗 否则 他们就得花很贵很贵的价格 买到一面美国国旗 曾几何时啊 我们很骄傲啊 我们是纺织品大国 全球50%以上的衣服 都是我们生产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有引诱啊 说我们生产八亿件衬衫 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 而今天 我们其实也早就产业升级了 不信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啊 可以去看一看产地 很多知名品牌的服装都早就改成什么越南啊 柬埔寨之类的地方生产了 为什么因为我们产业升级了 我们也不屑于做很低端的纺织业的工作了 也就是说有一天 甚至当我们全面产业升级的时候 我们穿的衣服 我们穿的袜子 也都是别的国家生产的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应当感到高兴才对啊 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别的产业上赚大钱了 我们终于可以不用血汗钱 八亿衬衫换飞机了 而很多美国人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 或者说他们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了骗选票而故意这么干的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而骗选票 Jespo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